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带来新闻焦点 民众的生活不变 明年农历年前的防疫旅馆已接近满房 市府观光局近期已陆续没合多家旅宿业者 并且将成立春节防疫旅馆订房平台和服务专线 来服务高雄市民 最近东北季风越来越明显了 不少民众已经感受到空气品质有变差的情形 市府环保局除了提醒敏感族群减少户外从事剧烈活动之外 也持续推动像是空品维护区 加速减煤和辅导业者符合电力设施加盐标准等 全力改善高雄市的空气污染 东北季风吹起 高雄未在下风处风速减弱 再加上海陆风环流不明显 扩散条件差 力状污染物累积 AQI指数容易达到橘色提醒 市府环保局请敏感族群减少户外从事剧烈活动 一般族群也要避开下午到刚入夜的时段 风速比较没那么强的关系 所以累积的加成效应下 我们臭氧会比较容易来反应 所以通常到傍晚的时候 我们臭氧会有一个薄风 会有一个高值 那过了那个高值之后 大概就会迅速的下降 那也提醒市民来注意健康的防护 至于污染管制部分 市府环保局除了加强车辆路边拦减机查 加速淘汰高污染车辆之外 也规划高雄港为第二期空品维护区 管制进出港口的大货车 期望能够减少污染排放 高雄港列为空位区的话 我们未来会管制高雄港 租厂五年以上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柴油车 包含了我们的义饮车跟货柜车 那我们会要求它在两年内 要取得相关的 它一定要有两年内的一个合格的检测记录 才能够在这个区域来通行 而在加速减煤的部分将带领前20大工厂投入621亿元 规划减煤189万吨 并且提前辅导业者符合电力设施加盐标准 目前已经有9家符合第一阶段排放标准 未来也将朝符合第二阶段加盐标准迈进 由于之前爆发新冠疫情 市府环保局除了支援相关应变工作之外 仍投入应变秋冬季节的空气污染防治作为 追踪厂商各项改善措施 近期将召开第三次空污防治会议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 为了维护高雄市民的居住安全 高雄市政府持续公安稽查 20年以上的旧大楼逃生动线 稽查人员前往林雅区的一栋老旧大楼 强力执法 排除严重阻碍逃生动线的障碍 为在林雅区的中山大厦 因为逃生梯堆积杂物 更有住户用砖墙挡住逃生路线 高雄市政府强力执法 在给住户们的改善期限结束后 便前往执行拆除 将阻碍动线的障碍物全数清除 我们知道整个大楼这一栋是一个11楼的大楼 那大楼是要有两方向的逃生 这个安全梯是要有两个方向 那主要是另外一个逃生梯 就非常的严重 从住户机室到逃生梯中间 有部分都被砖墙直接来阻隔 那么也有部分也加了不当的防火门 造成是这个逃生梯 已经完全失去它的功能 人和里长表示 过去有住户私设砖墙占用逃生路线 对于拆除工程 里长感谢政府的积极作为 也谢谢里民们的配合 期望保障大楼住户的安全 确保逃生路线顺畅 也让生命财产多一份保障 因为这最主要是以前 这个地下室一楼是有营业的一个餐厅 那因为时代的变迁 那整个现在也没有在营业了 那可能业者呢 把那个通道呢 为了管理把它先封起来 那可能没有顾及到安全问题 就是怕桥头进去 所以把通道稍微封起来 我们再一次呼应 市民朋友 都检查完 给的时间 一定要在时间内赶快来清除 如果有一些对于规定不够清楚的 也可以跟我们公务局 消防局来咨询 我们都乐意来协助 为了避免憾事再次发生 公务局强调 市民朋友千万不要擅自阻碍 封闭避难逃生通道 公共安全绝对不能够打折扣 平时不在系杂物保持上通 才能保障居家安全 记者邱建勋 高雄报道 为了加强高雄市公寓大厦的管理维护 提升住户居住品质及安全 高雄市政府预告 高雄市公寓大厦辅导管理自治条例草案 针对84年以前 取得建筑执照之6楼以上的既有公寓大楼 辅导成立管理组织 由公务局分类分歧分区 公告辅导及补助计划 落实公权力 加速管理组织成立与正常运作 会公布公寓大厦辅导管理 自治条例 那也会送到议会 希望说能够获得议会的一个支持 能够加速立法的程序 那因为也包括说这些老旧公寓 除了在管委会的一个辅导设立 我们都希望说能够用强制性的 这个方式 否则面对这些老旧公寓的一些改建 有常常这个要找这个管理权人 或者是所有权人 其实有时候户数多 那这个造成在管理大厦的相关的 这个公安跟消防方的一些困难 陈其迈市长表示 公告后将松智市议会 加速完成立法程序 90天内也会针对20年以上公寓大厦 强化消防公安检查执行力道 从严排除检查障碍 并加速围绕都根程序 我们已经就着手开始加强这些 20年以上的这些老旧公寓 没有管委会的这个部分 在住商混合大楼的部分 我们已经完成56栋 那大概90天内 我们会针对20年以上这些公寓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 那也会强化在整个消防 公安检查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力道 希望说能够从严的来 强力的来排除这些相关的 消防公安检查的一些障碍 那也务必加速整个围绕 或者是在整个都更的 这个相关的一些程序 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一次 包括陈中臣或者是 在相关的这个其他 我们在过去在都更业 或者是在围绕改建的 这一些力道 都能希望说能够来加强 陈其迈表示 六楼以上公众使用建筑物 因设置安全梯以及升降机 日后若未维护修缮 影响大楼公共安全 因此针对六楼以上 既有公寓大厦 优先强制辅导成立管理组织 以维护该项设备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凤山部分地区 遇到短时间强降雨时 都会有严重淹水的问题 高雄市议员李雅靖 在市议会农林部门质询时 要求水利局通盘检讨改善 从根本解决问题 凤山部分地区每道讯息 或遇到强降雨时 都会出现严重的淹水问题 高雄市议员李雅靖 对此在农林部门质询时 要求水利局要从根本来解决问题 以符合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影响 水利局经常做的工作都是 头痛以头脚痛以脚 它没有去做整个通盘性的一个检讨 以蹦山来说 我们有很多老旧的建筑物 至少超过十十年 也就是说包含通红断面 因为有老旧建筑物 就会有一些通红的断面 包含侧钩 无后钩等等之类的 纵使有法规的计算方式的话 也不符合现在的状况 李雅靖也表示 许多排水系统虽然有符合设计标准 但因为极端气候的到来 往往很难发挥作用 因此希望水利局能够通盘检讨 做整体的规划与改善 我觉得水利局应该是要负起全面的一个责任 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计划 把所有的雨水下水道重新盘点过 包含有没有坏掉的老旧的 跟不符合现在的现况的 而且以现在法令规定就是 设计可能是五年的防洪年限标准 其实是我觉得是没办法符合未来的 那既然要做是不是有机会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放宽一些标准 我们先做起来放 纵使是现在可能也没办法 再想不到饮水 市议员李雅静长期关心 凤山地区的治水问题 在本次农林部门质询时 也与水利局多次提点 其办市府单位能够尽快 来协助解决民众的民生问题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道 高雄市议员吴义镇 针对高雄水域产业发展 与开放的议题持续关心 他认为不管是港湾或是爱河 都能够发展出高雄独有的水域城市特色 此外也能够带动地方观光 因此希望相关单位研议 参考国外成功的案例 将高雄带进不一样的面貌 高雄拥有山海河港的先天优势 但在河港的发展 高雄市议员吴义镇认为 还有许多空间 尤其在小型游艇的开放与规划 要加速推动 才更能创造出高雄独有的城市亮点 海洋局跟港务局协调 找出这样的一个 五号船局的空间 可是现在近期 11月又要招标 就我们看到那个案子 居然是要投资上亿 一两亿 然后盖一个旁边 一个游艇俱乐部 那这个跟我们的小船的文化 又完全是背道而驰 那所以说让小船 有小船的经济规模 它的生活文化样态是怎么样 那所谓豪华游艇 就豪华游艇的生活样态跟文化 把它切开 这是我们这一次最主要 赶快让这好不容易 终于突破了一个小船的这个基地 就让它成为成小船的一个基地 除了爱河湾 五号船区开发的议题 吴一正也认为 爱河同盟路段 也可以发展 不一样的水上观光 将水域空间 带进民众的生活当中 像我们的同盟路一样 同盟路的沿岸 它我们有改造了脚踏车道 只有脚踏车道 整个沿岸的改 想象都没有 所以说现在在重新城市博览会 在思考这些事情 我们也希望水利署跟观光局 海洋局都发局 在思考这个河岸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考虑到整治 停留这个已经几十年了 还在停留这里 那如果你没有想象 它的生活的价值 你就不愿意去花 你觉得整治好像就是变成 只是在修马路的概念 应该整个 如果说都市景观观光光 生活模式的整个提升 那你就会有愿意投入更多的预算 这些预算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市议员吴宜正将国外的案例与模式 为市府带来不一样的创新思维 期待能够将高雄的各上先天优势 完全发挥 打造出移居城市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高雄报道 台湾最近疫情稳定 相关防疫条件也逐渐的松绑 高雄市议员曾俊杰 在议会质询时提到 接下来高雄港将迎来远洋 渔船返港 因此边境防疫不可松懈 此外针对寿山猕猴的问题 议员曾俊杰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协助控管 减少民众的困扰 11月起进入了秋刀雨季 而高雄港接下来 要迎接大批的渔船来回港 高雄市议员曾俊杰 对此就呼吁市府相关单位 接下来对于外局渔工的防疫工作 与安置要多加留意 避免疫情再爆发 那去年在这个时间 就三千至四千的渔工 回到高雄港区 我们海洋局是有做任何的防疫的作为 还说真的很大量 我们有提前部署吗 我们是说因为我们本土的防疫 做得很好 那现在是边防的防疫要做得更好 因为这样才不会让成为防疫的破口 那我也在议事厅强烈的要求局长 在这一部分边防防疫 这个渔工防疫的部分 要提前准备 超前部署 让这个疫情不会再发 目前台湾疫情相对稳定 因此曾俊杰也希望边境的防疫工作 要落实做好 此外针对寿山的弥猴问题 曾俊杰也希望 相关单位能够协助控管 避免对民众造成困扰 针对这个柴山的弥猴 怕它数量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多没办法 它没有食物可以吃 然后就跑到山下 然后制造民宅的困扰 那甚至在爬山的市民朋友 那也容易造成伤害 那我们是希望说 农业局可以针对这个弥猴的数量 怎么去做检控 就不会把这个民宅 这个伤害又造成 针对农林部门的相关议题 曾俊杰也提出许多建议 与追踪建设进度 期待未来相关单位 能够赶紧改善缺失 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品区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导 距离农历春节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高雄的防疫旅馆 明年1月已经接近满房了 市府观光局陆续没和多家旅宿业者 加入防疫旅馆的行列 并且成立春节防疫旅馆 订房平台和服务专线 将以高雄市民为优先 初步预留330个房间 让市民安心入住 高雄市目前有66家防疫旅馆 4554间简易房间 服务量能仅次于台北市 但仍不敌春节返乡人潮涌入 明年1月高雄防疫旅馆的订单 就接近满额 汉用市民只占了三成左右 市府观光局立即成立订房平台 持续没和合法旅馆 转成防疫旅馆 陈市长非常重视市民的住宿权益 特别责成观光局要增加 防疫旅馆的数量 观光局从即日起 在高雄旅游网成立春节防疫旅馆 订房平台及没和服务专线 市府观光局表示 防疫旅馆10月份的住房率 平均有5成2 外县市的民众占了6成3 显示高雄的防疫旅馆 受到外县市民众的认同 而针对明年1月春节防疫旅馆订房 首颇提供4家防疫旅馆 共330个房间 让高雄市民优先预定 以高雄市民为优先 凡是涉及在高雄的市民配偶 及其直属亲属 或者是在高雄求学就业的市民 都可以到高雄旅游网上的 春节防疫旅馆订房平台来查询 然后透过专线来提出订房的需求 由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将春节期间检疫措施 调整为10加4 预期也可以疏解防疫旅馆的订房压力 记者李正道内昌邦 高雄报道 凤山区过皮里和南城里 是凤山新兴的生活区域 两个里以凤山西为界 又紧邻五甲商圈 通行的民众行驶巴巴 快速到路下方 常见七机车和大货车针道 影响行车安全 对此市府公务局新工处 办理凤山区顶庄一街 衔接宝阳路桥梁新建工程 凤山区过碑里 与南城里是凤山新兴的生活区 两个里以凤山西分界 近年来人口大幅成长 通勤民众常行驶巴巴 快速道路下方 常见汽机车与大货车针道 影响行车安全 对此市府公务局新工处 将在顶庄一街 衔接宝阳路新建一座桥梁 建构凤山西两岸完善的交通路网 凤山顶庄街玄街宝阳路这个桥梁 它是位于中轮牛寮区的区段征收 跟公办的顶庄市区重画区里面之间 那两边刚好就是过碑里跟南城里 就是也是我们现在凤山最新兴的那个社区 那中间刚好就是我们凤山西整个都把它截断掉 它整个的交通都没办法连贯 那整个的重画区本身人口现在就大火的增加 那通勤的一些民众 他们都行驶在巴巴的快速道路下面 常常我们看到汽车跟机车跟大货车 都一些生乡增道 那影响整个的行车的安全 那市府看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办理这个桥梁的工程 让两个区域整个区域能够联通 新公处表示桥梁全长约58.2公尺 东西两侧衔接宝城一路 及西滨一街既有步道及绿带河岸环境 未来新桥开闭后与原有道路串联 将健全周边入网 有助于亲近凤山西河岸环境 提升周边生活环境品质 那总经费大约一亿一千多万 那中央补助79% 那地方出额21%约2000多万 那该工程是预计在110年的年底就可以完工了 那我们这个桥梁总长58.2公尺 那我们本身衔接在凤山西 它本身的步道跟衔接的河岸工程 那未来新桥完成后 它整个的道路工程会更甚地完善 那我们除了在桥梁是采用钢垢桥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照明的灯具 那还有一些桥形的投射灯 那整个会呼应完成的凤山西的环境景观 那会整个带动凤山区周边的环境 新工处指出 工程除了钢垢桥之外 还配置照明路灯 及桥测投射灯景观工程等 以圆拱搭配钢染钓索造型 呼应建制完成的凤山西水环境 生态营造成果 透过连结过碑里 与南城里成为共同生活圈 进而带动凤山与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 记者李政道高雄报导 交通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为了宣导各项交通安全的讯息 高雄市长陈其迈和副市长林清荣 带领区长高中职校长 以及分局长 共组百人交安大使团 录制影片宣示决心 传递道安知识 为了宣导交通安全 高雄市政府除了积极发布各项资讯之外 高中市长陈其迈也带领副市长 区长高中职校长 以及各分局长 配设了交通安全大使团的宣示影片 希望透过基层首长的力量 传递道安知识 高雄市也响应港督交通安全乐 那陈其迈市长更是邀请各区长 还有各高中职的校长 以及各警察分局的局长 来录制百人交安大使团的 这个宣示的影片 那希望透过各单位主管 共同的发动 来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识 那即使在10月之后 高雄市也会持续透过工程教育 执法鼓励大众运输等各种方式多管齐下 来维护市区的交通安全 根据统计 事故有60%发生在路口 因此也希望透过宣导路口慢看庭 新任庭看庭的观念 以提升民众对路口安全的重视度 那根据国内的交通事故统计呢 每年9月到年底的期间 交通事故的死伤人数都有攀升的现象 那刚好学校开学的期间 那其中涉及机车的事故也有增加 我呼吁市民朋友路口慢看庭 行人停看庭 共同来建立交通安全新闻 交通安全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希望透过公部门的积极宣导 民众也能够配合正确观念 让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 来确保全民的交通安全 记者潘志光 潘文玉高雄报道 中家宽平清廉港都与爱同行公益电影院 推出年底院线墙片 天宾阿荣以及蜘蛛人吴嘉日 即日起开放报名 收视户任选一部 每张票只要50元同板价 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报名费所得将全数捐助 社团法人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 详情请至清廉港都官网查询 接下来提供您重要的生活资讯 明天宗连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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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洞地区行驶多云 气温23度到31度 南投台中张望云林家地区行驶多云 气温22度到30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多云时阴 气温21度到27度 宜兰花莲台东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因短暂雨 气温19度到28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昌帮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